院里的蓝田国小这个月初 传出吃到有消毒水异味的炒高丽菜 但是校方没有制止食用 也没有保留样品送宴 被投诉之后才拿隔天的借蓝菜送宴 被质疑送宴作假 学生家长到学校竟发现 小朋友吃的营养午餐中 这道炒高丽菜有消毒水味 但学校没有立即制止 全校师生别吃 也没有当场留下样品送宴 学生吃完之后 剩下的就当做厨余全都倒掉 事后有家长投诉 学校竟然用隔天的借蓝菜去送宴 他们吃起来就是有那个味道 有一些是说你眼睛看也看不出来 嘴巴闻 你鼻子闻得闻不出来 是煮了以后它会跑出来 高丽菜出问题送借蓝菜 但是因为当天吃的高丽菜都煮光了 那也倒光了 没有留下当天剩菜立即处理 只好拿隔天借蓝菜送宴要追查 是否有问题 但菜商表示送菜的是批发商 连水洗都没有 不可能用锈水也就是消毒水来保鲜 附近民众质疑 祸首可能是自来水 自来水有消毒味道啊 可能是自来水的味道 我跟你讲我们的自来水也有消毒的味道 所以我们我们泡茶 就是用那个桶子 去山上拿的桶子 学校第一时间没有立即处置 保存样品送宴 校方自行处分 但到底菜里为何会有嗅水味 相关单位还要继续追查 记者彭王熊佳慧 苗里报道 警察官员 雷通 又做一梱子 access 都 ミニ eln